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章的高速2的历界 如图我们有O是圆星 TA在这边,TA是它切线 切于A 然后呢 AO等于AB 又再延伸出来 BC 平行于AT OC 是4跟号2 所以如果我玩OA是设为R,那OB就是2 大概好像就写了这个 球 球是什么呢? 球伞行 我没有啊 15分钟吗? 你跟我说吧 15分钟 OK so so 还要找的是伞行 O A O G 的面积 A O G A O 等于A T 还有等于A T 如果有等于A T的话 那这个角度应该是45度的 对不对 这里就出来了 45度 因为它有A O A O等于A T 像这里等腰直角三角形 就自然的就是45度 对 如果是45度 的话 这个4跟号2 如果我 其实这个平行的话呢 其实这个平行的话呢 它是相似形嘛 那我直接坎一半呢 就是2跟号2 所以也就是说R平方加R平方等于 2跟号2的平方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必须定理 对不对 然后呢 2R平方 这个是224 428 所以R平方等于4R就会等于2 我们找了找到了R等于2的话 你如果用面积公式是2分之1R平方 可以 就会得到2分之1 乘2的平方 再乘以π除以4 因为45度就是π除以4 所以在月间 你就会得到π除以2 当然是A OK 好就这样了 你的 你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找到R是多少 所以你就卡着了 对不对 你必须要找出R 那个R的值到底是多少 从这个4跟号这边就可以得到 第2题 已知散行OAB的面积是15Cm平方 5AB长是6 这个是6 这边是15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面积 已经有了湖长 那还要找Radeon Radeon怎样找 我们面积有一个公式是RL除以2 如果RL除以2 我们从这个公式先找R 过后再找Sid塔 那Sid塔的话应该是 Sid塔是等于 L除以R嘛 应该是套两次吧 有没有办法第一次就找到 好像没有 OK 所以我们套这个公式 15 乘R乘6 除以2 这个月减 在月减 我们就找到R是等于5 Sid塔就是等于6 除以5 6除以5是1.2 答案是Donkey OK 都很容易啦 没有很难的 那再来看这一题 如图所示正方形A B C D 它的变长的单位是E 以顶点A B C D为中心 然后呢 半径为E 画了4个圆 4个四分之一圆吧 然后呢 这4个圆的 共同的部分 就是在这边 这一题嘛 我的感觉嘛 就是 我的感觉是要把它拆成 4个弓形 再加上它的这个正方形就行 OK 这边 这个弓形的话呢 这个弓形的话 我就必须要知道这个角度是多少 会不会是三个等分 第一个感觉是三个等分 如果三个等分那个角度应该是30度 不过但是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但是这样子的话有点武断 对啊 没有没有一个证明 有没有办法证明到这个是三个等分然后这里是30度 我看看 主要是 主要是这 主要因为它这边等长 等长等长 一一一 所以这里肯定是60度 对吧 在这里呢也是60度 这里也是60度 所以它必须要是303030 好像是有这个道理 OK 所以这边呢是30度 OK 所以我们先找T形 呃 公形 对吧 我刚才讲了我们要找4个的这个公形 公形的公式 公形的公式啊 我们写一下啊 OK 公形 公形是什么意思的 公形是散行减去三角形 那它的散行的面积呢就是 二分之一R平方 它的 三角形的 面积呢是 二分之一R平方 Sine 所以我们互减的话呢 公形的公式呢就是 二分之一R平方 Sita 减Sine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呢我们的 我们的R是1 R是1 所以二分之一 乘上π除以6 这个是30度 减去Sine 30是二分之一 OK 那就 会得到 抽一个 你可以抽2出来 或者我们同分是六分之三 OK 6二十二 十二分之π减三 这个是它的那个公形 那因为它有四个 四个公形 我再乘以4 就会得到 三分之π减一 因为是三分之π减三 就是三分之π减去一 这是四片的公形 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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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再来的是我要找这个的长度 对吧 这个的长度 呃如果我这里是1 这里 是15度 我们的这个长度 我们的这个长度就会是 呃 35 所以这整个的长度就是 235 235乘平方 啊 问题是35的话呢 它又要以这个 灯号来表达的话呢 简单 还是我要用cos cos 的话 cos 因为cos 会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这里是1 这里是30度 cos 的话呢我们是1的平方 加上1的平方 减去2乘1乘1 乘上cos30 那cos30是 根号3 除以2 这里是2 减 根号3 减根号3 OK 所以这个是Hg 的平方 那我又刚好我也是要Hg的平方才是那个面积 所以最后呢答案就会是 Pi 除以3 减1 加2 加2 减根号3 最后这里两个结合就是加1 单是1 第3题 好难啊 所以这一题选择 这些都要你命了有时候 OK 大概是这样了 再来看这一题 A和B 它是两个等元的元星 两个元的半径为10cm 两个元的半径为10cm A和B的距离是12cm 也就是说我这里半径去到它才差2cm就要到它 所以这个的共同的部分的面积是多少 这一边简单来看的话呢 基本上呢它就是 两 两片的弓形 两片的弓形 结合在一起 大概是可以这样子来理解的 只是问题是 到底这个角度是多少 对不对 所以这边呢你可以讲说它是10 10 跟12 如果砍一半这个就是6 这样这个高就罢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讲说它是 Arc tangent 因为我们又要以Radiant的format 我们应 这个当然我可以应应按计算机啦 反正它答案是给小数点 那我应应按计算机 然后呢应应再把它换成Radiant 反正的那个 最后的答案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我叫它Sita 然后这一边是 Sita 的话 那我的 这样子啊 这里是Sita 整个就是 Sita OK 那个面积呢就是两片的 两片的 1r 平方 乘以 Sita 它又是不是Sita 这个是Sita A 2Sita -Sine 2Sita 当然这里可以约掉 R平方就是100 2Sita 这个就是 要找的部分 2Sita SineSita 这个是 Radiant的 Radiant的 那Sita是多少呢 Sita是 Radiant 4除以3 8除以2 月减4 3 这个我们可以按计算机 对不对 然后呢我再把它换成Radiant 所以如果我整个 整个直接把它变成Radiant的format的话 我按计算机就方便了 所以我这一边的 计算机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换Radiant的 Mode Mode 看到DEG 这个是Degree RAD是Radiant 我把它换成Radiant OK 我把它换成Radiant 这个 这个是R的 这边你们要小心的 要小心使用 OK 4 over 3 OK 这个就是它的Radiant 然后呢再乘以2 我要2Sita 过后呢 2Sita 减去 Sine Anser 再 乘以100 所以它就会得到89.5 89.459 OK最最终的答案啊 Area 等于85 85.45 85.459 85.459 OK 后面给的答案呢是89 89.459 89.459 89.459 后面给的答案是89.5 OK 所以也就是说他看到这个诗 进位 所以就直接给84点 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题大概是这样子来做的 你如果把那个 计算器换成Radiant 的话呢 这个 套工是很好用的 很好做的 OK 不难的 OK 再来看第2题 图中我们有直进OR 平分 平分Q QCP 平分QCP 其中C是直进 是半进为R的小圆的圆形 所以C是这个圆的圆形 OK OK 然后 在O这边 以P OP为半径呢 他又再做一个圆 所以这边有一个小圆一个大圆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OK 然后呢 再来的就是他讲 Q CP P这个角度是 4c OK 4c 然后这个OC的半径是R 就是小圆的半径是R 大圆的半径是多少我们就不晓得 OK 所以 若 弧常 Q R P Q R P QR P 等于 2除以 更号2 QDP Q 角度 是R O OK OK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圆形角的两倍圆轴角嘛 所以这一边的QOP的角度应该就会是2C OK OK 所以这一边我们有QRP QRP 是 等于 根号3 2 QDP 请问SIGTA是多少?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 大R是多少 对吗 我们从 Q QRP是多少呢? 这个弧QRP的弧 你可以讲说它是4 4C R 对吗? 就是那个角度 Inradient form 乘以R 就会是它的那个弧常 然后呢 这个是2除以根号3 Q QDP呢又是什么呢? QDP呢 它就会是2C 大R 如果是这样的话 C是可以越走的 2 跟这个 224又可以越掉 也就是说 这一个条件 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条件告诉我们 大R 其实 是 根号3 小R 感觉上是给这个条件啦 这个问题是说 它要找SIGTA 是 多少 我们又怎样看呢? SIGTA 嗯 我没有讲看呢 可以 OK我大概可以了解啦 它应该是用 OP OP C 这一个三角形 因为OP是大R 也就是 根号3 小R 这一边是小R 这一边小R 然后呢 这个外脚是4 这个 脚4SIGTA 如果砍一半是2SIGTA 也就是说这个是外脚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cos乱来讲呢 呃 里面其实你可以用 180-2SIGTA 这样子 OK So cos乱我们得到什么呢? 根号3R 平方 是等于R平方加R平方 减去 两个R乘R 对吗? 也是R平方 所以其实R平方是可以约掉的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111 这样子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 cos 180-2SIGTA R 这一边 所以这一个的是 我刚才讲了 它是1加11 这个也是1 对吧 你可以当作是 呃 这个就 平方得到3 这个就1加1得到2 减2 cos 这个180-SIGTA呢 你可以把它变成 -cos 2SIGTA 所以就变成了 加 这个2拉过去 3-2就会得到1 再除以2 1分之1 cos 2SIGTA等于 1分之1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 2SIGTA 2SIGTA cos 2SIGTA等于2分之1 就更是60度吧 OK 所以我们就得到说SIGTA是等于30度 SIGTA是30度 以弧度来表示 以弧度来表示就拍出一流 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啊 应该是不会的 如果你是 拿第4相间的脚 有点大 而且这里是SIGTA才 小过180 所以应该不太可能啊 所以这个呢应该是30度的啊 就是REJU OK 这个找到了 再接下来第2个小节呢 他要你证明 这边要再加一遍 这边要再加一遍 后手一次 所以这边我们已经得到了 4 呃 OP是大R 这边是小R 这个是4SIGTA 然后呢SIGTA是 I除以6 呃 还有好好多资讯啊 然后这里是2SIGTA 还有的就是R是等于根号3 小R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 过后呢 他要找的是 他要找的是 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 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呢 我们应该是要找P PQR 弓形的面积 减去啊 OPQ的弓形的面积 可以理解啊 所以也就是说呢这里的角度是 Pi除以6乘以4应该是 3分之2Pi 这一个的角度呢 就会是3分之Pi OK So我们的弓形的弓形是这样的 2分之1 我们先用 我们先用小的 2分之1 R平方 Pi除以 2Pi除以3 2Pi除以3 减去3 2Pi除以3 这个是 P R Q 弓形的面积 过后还要减掉什么呢 减掉去 大R的 大R是根号3 R的平方 对不对 然后呢是Pi除以6 Pi除以3 减去3 Pi除以3 这一个就是你的整个的公式了 所以呢 这一边呢 2分之1R平方 这里也是有2分之1R平方 我们可以把2分之1R平方给 抽出来 前面是 我们照抄 3分之2Pi 这一边的话呢 是什么呢 这个是3分之2Pi 其实就是 30 30度乘以4 30 120 120就差不多是60度 360 3120的话 3120是什么 360度 根号3除以2 对 而且第二向线也是真的 所以这个是根号3除以2 OK 那这一边的话呢 因为它的根号3有平方 会得到3 如果我的3沉进去的话 它就会得到减拍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减减又会变加 3 sign 这个60度 sign60度 就会得到根号3除以2 应该是这样子的模式 最后呢 就会得到 2分之1R平方有了 再来就是3分之2Pi减Pi 还有这个是2分之3Pi 2分之3 根号3 减2分之1 就会得到2分之2 2分之2就是1吧 对所以就是剩下一个根号3 这一个Pi的部分来讲呢 这个是负1 这是加3分之2 所以就会得到减3分之1 证明到 这个 面积的确是这样子 所以证明题有时候会更好 因为他答案在那边了 你只要做到跟他一样 就安心 只是很多同学了 因为做不到 所以他会就觉得说 老师可以不要有证明题吧 不喜欢证明题 因为 做到跟他不同 很懊恼 都不懂哪里错 但是我觉得说 通常一般数学好的同学就会比较喜欢证明题 这样子少说 我会做到一样了 我就安心了 这个一定是安全的 证明题 我们做到一样了之后你就很安心了 这题你基本上你是直接可以打擦 这个已经不用再去检查了 如果是做答题 你还要担心你做的东西还是对不对 等等 更加烦 OK 我真的比较喜欢证明题 再来看第三题 不过证明题 一般上他出到证明题 就不简单 对吧 整个工具很复杂的 就是 就是因为很难 他也觉得很难 很可能做不出来 所以他就给答案给你对一下 所以来一个证明题 来看第三题 圆形 圆形 A和B 的两个圆 相较于 P P和Q两个点 然后呢我们有 P AQ 是60度 P B Q 是120度 OK 然后呢 A B 等于12 他两个圆的半径好像不同 对 他两个圆的半径不同 主要这一边是 我把他叫他 感觉右边那个比较小 我把右边叫小 左边叫大 好不好 然后 这个是风筝形 上面这两个角应该是一样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两个角如果是一样的话 他的 角度会是多好 刚好60加120是等于180嘛 对不对 所以换就换这里其实是90度 90度 OK 啊那就容易了我砍一半 这里30度 这里12 首先 小R是多少 30度所对的边等于斜边的一半 总共六斜 过后呢这个大R等于多少 大R应该就用必识定理再找出来应该是6根号3 OK 所以这里两个就找出来了 主要你要画那两个 这就是砍一半 然后呢 你要知道这里是90度 这里是小R 这里大R 这里是12 这里是30度 这里是60度 这样子 OK 就基本上就可以找到 再来的是 阴影部分 面积 这边你要注意哈 这两个弓形哈 如果连接PQ 左边一个弓形 右边一个弓形 这两个弓形是不同的大小 因为它不同的 第一不同的角度 第二那个圆的半径也不一样 所以这边要做两次 再把它加起来 所以它的麻烦点在这边 OK 不过呢方便的是 它就是两个弓形来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 两个弓形 我先看 小圆 小圆就是B的那个 B那一边是120度 OK 它的R是用6 所以是 二分之一 6的平方 在乘上 120度是π除以 2π除以3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减去 3120 我们就这样子 先这样子写 然后再加上 二分之一 6 更号3的平方 然后再来是60度 还除以3 减去 360 OK 好 再来基本上呢 应该就可以整理一下了 6636 36除以2 36除以2 等于18 所以如果我把18给抽出来的话 这一边呢 我们就照抄 3分之2π 减去这个是多少呢 √3除以2 对不对 这一个呢 √3的平方得到3 如果3再乘进去呢 就会得到加π 减去 3√3除以2 这个好像跟前面一样 它里面的这个数据好像是一样的 跟前面一样 只是说它前面的这个SPA可能就不同 那接下去 我们有 SPA 乘以多少呢 乘以多少呢 这个是 这个是加的 这是加π 加1 所以是3分之2 再 就得到3分之5π 然后呢 这里应该是 2分之3 减 2分之1 得到2分之4 就会得到2 跟号3 之后这个18再乘进去的话 18跟3 越减得到6 6 30 写在这边了 应该是再多一步 这边了 30π 减去18乘2呢 等于36 跟号3 出来了 是吧 对了 OK 这问题很好 做到对就很好 做到不对的话你就很 OK 再来看最后一题了 球图所示的阴影部分 BEC的这个面积 他 他跟前面一题好 这题要问什么 这题要问什么 这题 这题跟这一题很像 等等 这题 只是他的难度更低一点 为什么 难度更低 因为他 在 我连接 BEC 那这一边其实就会有 等边三角形 对吧 所以这一题的话呢 我们只是要 两片的弓形再加三 这个 等边三角形就可以了 OK 你就写 等边 三角形 等边三角形 B C E 面积 这个面积是 这边的话你可以这样看 这边是E 这边是1 2分之1 这样他的高就是2分之3 所以呢他面积应该是 1分之1 乘底是1 乘高是 3除以2 所以就会得到 3除以10 这个是等边三角形的面积 过后呢 过后呢 我们再还要找 公形 公形 呃 公形 B1 B1 和 C1 因为他没有其他那个那个符号了 就是B1之间的这个公形 这个B1之间 当然他就两片了 对不对 2 两片乘2 分之1乘R的平方 在乘上他是60度 Pi除以3 减去Sine 60度 OK 呃 所以这边是月掉得到 E的 外面是得到E 里面是得到Pi除以3 减去Sine 60是 √3除以2 OK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解加起来 你就会得到 这里有四分之一减二分之一 个 √3 所以这个面积一共呢 面积一共是Pi除以3 减去四分之Pi 呃四分之√3 对因为这里是 减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 应该还有一个减四分形 OK是大概是这样子了 Pi除以3减去四分之更靠3 平方单位 好 这个就是应该答的 这题 比前面的那个 四个圆的那题 容易算很多 这个是 两片 两个那个圆然后呢 它是相交的部分 所以等边三角形加两个东西 刚才的那一题是中间的正方形 那个正方形要算还 还有一些 一定的难度 对不对 我还要 刚才用了什么呢 刚才用了Cosine rule Cosine rule其实是下一张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要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高速二其实没办法 每一个章节你继续做 你很难做到的 因为很多 你需要用到下一个章节的东西 你班上很多老师会建议高速二 等到高三才进 不过我觉得说你可能是 两三张了之后 很像说高一上完之后 有几张一起 再做 不可能就可以了 因为很多老师也是 高速二的提醒 给这些 领克班的同学 麻烦